6月份葛大姐遇到了一件好事情 价值16万的汽车 4000多块就能买到 她交了钱呀 可直到现在也没有拿到车 自己还被丈夫儿子给骂了一顿 葛大姐住在杭州双浦镇的小江村 6月2号那天 她坐车去杭州市区 据说在车上碰到了附近村子的一个村民 两个人之前认识 她说叫我900块钱 参加这个团队 一个人发车两个 一个人发车两个 在你个厦信再发车两个 假如如果包100多个人的话 你一生四个钱用得完 她这样说 那我不相信 我说天然没掉下心病 葛大姐不为所动 据说对方掏出手机 翻了下 弄出来几张照片 里面是各色的车辆 保存一样的 那个门啊 往那个上面开张机的 她说这个系列版的 意大利大重处 这里固产是没有的 不过对方也说了 要想低价买车 还是得加入他们的团队 葛大姐说 她是做生意的 本来就想买辆车 听这么一说 顿时来了紧 就跟对方去了 富阳的一个公司里面 听了发展下线的课程 付了600块钱加入费 还打了4020块 到公司一个人的银行卡上 用葛大姐的话说 当时心里想的都是车 课程没听进去 连公司的名字跟地点 也没太主意 这刚还说天上不掉馅饼的 现在怎么就相信低价买号车了 葛大姐说 她当时也是一根筋 就想着把车子拿到手 可公司方面推了又推 说还得等 三个多月后 葛大姐起了怀疑 给在天津工作的老公打了电话 我先买个小三人厨 她说你千万不要买 地面厨给给老人 我说你家是意大利的大众厨 你家要四六万 我说买的 现在就叫了四千二十块 她说你老子大老子 给人批的 是个真相的批的 你一次给一次两次给人家批的 电话打给儿子也是一顿批 葛大姐心灰意冷 说自己是卖鞋的 这四千多 相当于两个月的收入了 她联系公司退钱 我钱给你 爸爸的给你 你怎样玩我的 她说你弄什么东西 她手机关掉的 多快 买一辆十六万的车 听着都不靠谱 我们也想到 富洋这家公司 核实一下情况 可是葛大姐说 公司的名字跟地点 她都没有太注意 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只能带我们去找找 当初介绍她加入的那个人 葛大姐说 介绍她入伙的人 是在双浦镇上开店的 她希望通过对方 能问到公司的地址和名称 可找过去 对方不在 她说是那个 介绍她的那个人 不知道 不在 不在 这名女子说 她也订了一辆车 但她不是公司里的人 不知道公司在富洋的具体位置 只知道公司总部在北京 分公司好像签到浙江义乌去了 两万多的甲克虫 到底是什么样的车子 女子说不太清楚 但强调外形很漂亮 耗油也少 卖这么便宜 公司都亏本了 所以千万不能放弃 记者查询 云树帽的资料 有不少视频 其中有大量涉及传销和诈骗的报道 但不能确定 是不是女子所说的云树帽 杭州双浦派出所的民警分析说 这样的情况属于诈骗还是传销 还得进一步合适定性 他们会和葛大姐对接 做下一步的工作 腰白白红青眼 接着报道